澳洲是把自己綁在美國的戰車上 我是希望澳大利亞盡快擁有核武器 The AUKUS agreement we confirm here in San Diego represents the big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s defense capability in all of our history 我們把我們的命綁在這樣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 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這樣一個國家我們有前途 如果萬一爆發第三個世界大戰的話 大家互相甩開的攻擊的話 這個國家亡大得很快了 不要糊塗啊 我們澳大利亞和美國英國 用我們的善意培養出了這麼一個 從政治上給我們很多壓力 經濟上也很多給我們壓力 最要命的呢 他們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壓力隊友們 合作呢 我覺得十分必要 其實我們表示堅決的支持 澳大利亞有沒有必要 花四千多億澳元 來提升這樣一個裝備 有沒有這個必要 我個人覺得是沒有必要 我們一直在說防止核擴散 防止核擴散 那麼我們現在首當其衷 自己開始具備了核的能力 如果這種核擴散 咱們試想一下 你開了這個先禮 特別是兩個常任女席國 如果這樣是再擴散 大家也是這樣做 法國也這樣做 俄羅斯這樣做 中國這樣做 你扛得了嗎 我覺得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根本 愚蠢又危險 現在澳大利亞已經訂了核桶了 那就是已經淪落為 英美的戰爭武器製造廠 我們幫他們製造 這個核潛艇 完了還要提供碼頭 哎呀你想想看 這是多麼危險啊 我是希望澳大利亞 盡快擁有核武器 來自面對中國的危險 我覺得澳洲的中國 和澳洲的國人 要盡快盡情 好好的思考一下 是不是自己該擁有核武器 就買美國 英國 核動以前停 甚至要自己製造 這些英國裔的這些人 這些領導人 政客們 就想消滅中國